台湾艺人高以祥在录制浙江卫视 追我把节目的过程中不幸去世 太过惨痛 而在此之前 厂商其实是已经有很多讨论 是直指这个节目的录制工作 强度太大了 影视演绎几乎就是一个特种行业一样的存在 因为很多主流的劳动规程 例如说工作时长限制等等 是几乎天然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的 虽然说现在就算是常规行业 其实也有很多是在视我无睹了 就拿综艺节目来说 除了这个节目组本身的少数核心编导 它可能是节目方或者影视公司 自己的正式雇员以外 其实所有的艺人嘉宾摄像灯光舞台观众 这些全部都是大写的临时工 不是说临时工就没有资格去主张劳动权益 但是临时工在自己的立场上 那就是非常缺乏去争取权益的动力的 我就是来录这趟而已 短的两天长则一周 要是受不了这个节目组了 大不了下回不跟他们合作就是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熬一熬把活干完把钱拿走就算了 而至于那个需要反复长期作业的节目组本身 指望他们具有和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决心 其实是很难的 现在你随便去录个节目看看 大多数忙前忙后的一线编导 那都是大学毕业才没两年的小白 干的活零碎拿的钱寒酸 关键是他们的具体工作内容本身 说的不客气一点 太过没有技术含量 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换言之 谁敢抱怨 谁敢当troublemaker的话 那大概就是要等着走人了 当然如果有同学想问 电视台现在开人这么简单吗 那现在的情况是 绝大多数电视台都不养自己的节目组了 前方实际干活的很多都是市场化的私营影视公司 而他们要开人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么领头的那一两个作为负责人的核心导演 他们会不会主动承担其为全体参业人员 合理安排劳动强度的责任呢 当你上升到那个位置 占到了那个角色以后 你和雇主和资方的利益相关性和同质性 就会大大增加了 你即将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而这个时候 牵头大导演还依然会把自己的立场 作为一个单纯的劳动者来思考 那就未必了 也就是说 在那些灯火通明的摄影棚里面 很可能是找不到一个活着的人 是主动能够站出来 积极地去主张一个合乎人性和健康 常识的工作日程的 那么作为结果的 就将会是资方逻辑为所欲为 那么资方逻辑是怎样的呢 其实也单纯的很简单 那就是用最少的钱干最多的活 成本效益分析最优 一个中小规模的摄影棚 全套舞台设备灯光这些东西 都是要靠租的 价格按天算 你一天开机8小时 收你二三十万 你一天开机18小时 还是收你二三十万 那么你说 当老板的是会想你开8个小时机 还是18个小时机呢 而且这里面还没有算 嘉宾摄像浮画装发的钱 不是说浙江台那种成本极高的 这种大型外景综艺了 不要说这种了 就算是棚内多用素人的 小型说话类综艺 早上9点进棚 晚上3点关机 回酒店睡4个小时 第二天准点叫早 大巴接人继续录的 比比皆是 有时候刚开场了 嘉宾还没进状态吗 几个小画面没录好 全场录完以后呢 还要补几个前面的画面 那么就会穿帮了 因为录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十几个小时 男嘉宾胡子都给长出来了 还要上后遮瑕给他盖上 明星艺人呢 可都是我们的劳动力结构里面 头部1%的优势人群呢 但是呢 只要轮到资本要盘剥你了 那也就是理直气壮的事情 然后我们社会舆论 还会有一大批声音跳出来说 你不努力也会有别人努力 老板提供给你一个机会 你应该感恩戴德 影视演艺行业的基本样态 是久久开一次机 一开机就很归宿 要想方设法省钱 这不是不可以理解啊 但是活人真的不是机器 它依然是需要平衡出一个 既可以满足效率 又可以让人健康的 活着把钱赚到的规则 那么这规则怎么来呢 如果说立法部门能够主动的 那当然是最好啊 但是如果说立法部门 来不及顾及的话 那么就譬如 美国的影视行业从业者们 他们就会组成协会 联合起来和大公司 大片厂谈判博弈 那么才最终谈出了 如果是两个连续拍摄日的话 中间休息时间 要至少保持12小时 这样子的条款 永远不要天真的以为 只要自己变强了 就足够在丛林里面保护自己了 抱团取暖的需要 是不分季节的 我会继续拍摄 我会继续拍摄